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非常认为台湾国际投资会计划 会非常利用我们的华府 并移动我们的华府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镜头转到美国华府 中国城内历史最悠久的美金中华会馆 一如往年举办国庆升旗典礼 驻美代表高硕泰表示 基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 将继续扩大台美合作关系 一百零五年来 中华民国历经了多少的困难 选择一一的克服 我想在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们达到了澳洲的成就 就是我们一一克服所有的挑战 我们都没有变 都是支持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侨胞的一个团结 这个是不变的 面对中国大陆在桥界的影响力 日渐扩大 主办升旗典礼的美金中华会馆 主席张和成也再次强调 华府桥界对国家的支持 不应政党轮替而改变